这次救援可以说是海内外的志工都动云了 来自美国纽约的这位慈悸志工林静成 跟他的妻子今年趁着返台探亲的假期 听到了气爆的消息 也前往担任记录志工的工作 加上他本身是心理医生 也发挥自己的专业 希望疏解相亲心理的压力 从小旅居美国纽约 慈悸志工林静成 每年都会抽出一段假期 犯态探亲 但今年他和妻子两人 却有了不一样的安排 这次高雄气爆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能被台湾的人出一点力 所以我们就自动想说要下来帮忙 我们两个都在人文真善美帮忙 你朋友还是真的有影响到 因为知道你们受了惊吓 想说给你们一个伴仇 让你们心理安心 在美国担任心理医师的林静成 这次虽然以真善美志工身份 参与安心关怀 但在拜访相亲的过程中 他们夫妇也会发挥自己的专业 好可爱哦 我就会有机会就跟灾民多聊聊 然后希望能疏解一下 他们的心情上的压力这样子 只要是我们是人都是有这个同理性 那希望让每个人都感受到 那今天别人有什么困难 我们帮忙他们 说不定明天我们有什么困难 我们也会接受到很多的爱 喜爱用相机记录下志工付出的瞬间 林静成的作品里总是多了一份情感 而这份人文关怀 在美东桑迪风灾时 也曾受到美国驻流社会重视 是希望慈激人 能在纽约市的历史里面 有一个小部分 我记得上年也说过 每个慈激人都是要当人文三合一 所以人文三合一 也是可以做复位的工作 虽然这个星期天 林静成夫妇就要结束 他们在高雄的志工之旅 但这份对台湾相亲的爱 相信会一直都在 国外的慈激人 在国外做慈激的方式 跟本地的台湾人 或本地高雄慈激人 做慈激方式不同 所以我觉得我学习到蛮多 感恩您好 大家新闻 这是美之工 高雄综合报道